Ruwin SC 哈囉大家好 我是數位黑膠兔悠遊 我們感謝聯強國際 這次讓我們發表之前先拿到了Ruwin SC 那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基本上它其實外型 跟原本的Ruwin SC沒有太大的差別 但是就是它重量減輕了很多 但是相對的 它的可以能承載的配重也降低了 如果你今天可能不是全篇幅的機子 或者是你今天是沒有反光技能機身 基本上還算可以運作 那我們這次先用了A73 然後搭配了一顆25的定角 然後實測發現其實蠻OK的 這可以減輕攝影師在使用的時候 一些承載太久很負重很累很辛苦的問題 除了基礎版這次降價 價格已經在一萬多塊了 那如果說你以後有全篇幅的考量需求 其實我會建議那還是買Ruwin S 但是如果說你的機子比較小 那又怕負載太重 那其實你就可以拿新出來的SC 那因為DJI的關係 它的機電模組 見證的都已經很到位了 大家其實在使用上 應該比較不會有什麼問題 而且APP的相容性擴充度 支援度也有達到水準 那我們今天大概 簡易的開箱就到這邊 那如果大家想要來現場玩玩看 可能先播個電話跟我們說一下 看目前現場有沒有檢測機 讓你們試試看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囉 那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按讚訂閱分享 那我們下次見